然后我刚刚听到朱琪你的课程里面有一个环节是 我真的很少在其他地方看过 我真的很少看过有什么课程什么在讲这个的 就叫做定期复盘 对 我很好奇的就是 我再请教更深入一点就是 什么叫做定期复盘 那它对我们的重要性是什么呢 嗯 我觉得要理解复盘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先从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可以先来了解一下 复盘这两个字啊 其实它最早是从 比如说像向期 或是国外的西洋期来的 就是那些下期的人啊 在每次下完一盘期之后 他们会去重新再去思考说 就是刚才对手是怎么下 那我自己是怎么样去应对的 那后来这样子的概念 其实被非常广泛的运用在 比如说像商业 或是像自己个人的生活当中 那这个技能啊 之所以这么的重要 其实在前面 其实我有稍微都提到 因为它其实就是在两个面向 会非常的有效 第一个的话 就是自己做的好的事情 因为你之所以做的好 一定就是这个方法 就是在这个场景 它就是真的有效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有意识的 去重复使用我们 做的好的这些事情的话 那其实未来我们就不用 每次都想一个方法 再去解决这样子 然后第二种的话 就是在做不好的事情上面 我们可以比较针对性的去改善 对因为我们必须要先知道 我们哪里做不好 我们才能去改善它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两个方面 它之所以会这么有效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不外乎 就是想要进步跟降低一些 自己的缺点嘛 对所以在这两件事情上面 它可以很有效的 帮助我们达成目的这样子 了解 那你所谓那个定期的 这个定期是指多久的一个频率 或者说多久的时间区段 我自己做的比较有点 我觉得比较有点疯狂一点 我是分成五个时间的长度 就是每天每周每月每季跟每年 但实际上一开始 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它不需要每一个 不同的时间长度都做 就是我会建议 如果一开始刚学习的人 至少在每天跟每周就够了 对那为什么要有这五种时间长度 我发现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这有点像是 我以前在当专案经理的时候 有这样子的习惯 因为当你用不同的视角去检视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比如说从每一天看到一件事情 跟每一年看到自己做的事情 就是那个角度会不太一样 我做一个比喻好了 有一个比喻是这样子的 我们每天工作就很像是一只蚂蚁 就是我们要每天就是辛苦的就是做事情 对然后每一周复盘就很像是鱼一样 就是鱼在海里面游的鱼 就是你可以就是礼拜一到礼拜天 然后你可以就是很像鱼一样 就是你可以用比较快的速度去看一下 你到底这礼拜每天在干嘛 然后如果是每年或是比较 比如说每月每季每年 这种比较大一点的 就很像是一只鸟 就是你可以从比较大的角度 然后去看那你到底做这件事情 你的方向到底是要往哪里走 对所以才会有定棋这件事情 定不同的棋 然后得到不一样的角度 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事情这样子 嗯了解 所以课程里面是会针对这不同的棋 会教给我们不同的处理方法 对 那当然因为它其实有点像是工具箱 对所以每一种不同的长度 我会提供自己的方法 对但就如我刚才讲的 就是一开始如果就每一个都做的话 这就会有点像是去健身房 然后你一下子把那个杠片啊 就加太重 然后自己会受伤 对对对对 所以一开始不用都做 对就因为这也是我摸手 快要十年 就是才养成的习惯 所以一开始其实每一天 先做每一天就好了 然后再慢慢到每一周 然后到每一年 那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再增加每个月跟每一季 就跟公司一样这样子 嗯 那么节目到这边也进到了尾声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订阅下一本读什么 也可以订阅我的免费电子报 每周收到最新的读书心得 还有好处进去 那我跟朱祁老师 就跟大家说声拜拜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